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星期三晚上 恐怖在線 今晚的嘉賓已經很久不見了 斥發誠師傅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新年之後還沒上來嗎? 沒有 好 新年快樂 百毒不侵 身體健康 師傅 今天為何要找你上來呢? 因為有一些殯儀的冷知識會問一下你 隨著這一兩天有些個案 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有些事件想問 如果關於殯儀上的事 譬如家人 白事上的事 如何處理 日子上的事 都可以打來 9884 4 989 但今天為何要找師傅呢? 因為看回日子 明天12時之後 其實也是一個大的哲令 沒錯 在哲器裡面 可能今年就有影響了 因為少了很多人出街了 但原來師傅都會打小忍的 學過 竟然為何會學打小忍呢? 我們做醫行 其實每樣都會 涉獵 會涉獵到的 但你學了做不做就自己看 但法科師傅都會學打小忍呢? 這麼有趣? 他也是道教裡面 一個民間種信仰裡面 一個系列 你一定要涉獵一下 知道怎樣打法的 基本上是那個過程怎樣 我一定要學的 不可能不懂 學了學了 有沒有真的做過呢? 學過一兩年有事 但是法科師傅 就不跟普通阿菇打 為什麼? 不可以指名道姓地打人 為什麼呢? 因為法科師傅本身有金口 那些東西如果出去奏人的話 很可惜 很多時候你一靈驗對方有事 就不太好 那不是想這樣嗎? 是 沒錯 普通人 其實是買一個發洩的心理 如果法科師傅這樣去做 分分鐘真的出了那種問題 就真的不太好 即是你們覺得法力就有了 但外於真的好像是阻咒也不好嗎? 其實是阻咒 既然是這樣不如就不要學 即是不要搞 我本身是法科師傅 我多少要洩蔑到 知道原來這個過程是這樣做 我可以不做 可能會有些弟子 或者是有些人想學 我打給他就不行 他本身不是法科的人 那也是 如果就是說 想說一件更漂亮的話 應該是找一些法科的去打笑人 師傅去打 一般法科師傅不會為錢而做這些事情 我講的意思是指名道姓 不指名道姓 都還可以接受 指名道姓真的不行 通常都有照片 是嗎? 不一定 一般來說 我今年行運不太好 小人多 指背聲又重 被人搗背 那些 找到阿菇 或者找到阿師傅 幫幫忙打 打 那是說你身邊的小人 怎麼叫他 不合一眾 隨便解釋一個人 沒錯 不要指定一個人 如果你不得關係 張三李四對我不好 師父幫我打他 不行 分分鐘那兩個人真的會有事 如果有些花名 代號 號碼 行不行 花名嗎 其實花名某程度上也不是那麼好 真的不是那麼好 我又不想這件事沒用 打來沒用 我當然想這件事有用 但我又不想像你這樣說 真是打到他 坊間 橋底那些阿菇 有些做得很久 他的嘴巴也有少少靈驗 但殺傷力沒有那麼強 你可以找那些阿菇幫手 法科師傅真的不要指名道姓去打人 好 反而這樣說 可以學 可以知道 原理是怎樣做法 但是你說 你幫我打他師傅 張三對我不住 李四又虧待我 那師傅不斷打他 我們把嘴巴一打開 身邊的兵就會去做事 搞到人家一鑊抱的時候 身體不好 財運不好 行衰運 再衰點生癌症 那你糟糕了 有些就是想這樣 嘩 真的 罪都入到我那裏 那不緊要 你收了一封利是應該不關你的 不是 收了一封利是才麻煩 是嗎 受人錢財 太人消災 那些東西我們頂得很厲害 但不是收了一封利是 已經是因為是一個交易 你們不會上身的 你無情八事去幫人 已經是叫做強出頭 你現在還收了別人的錢 去跟別人做 你更加最佳一等 是嗎 是呀 害人的東西就是不好 但是如果這樣說 每年都幫人打小癮那些 姑姑婆仔 這樣就受應了很多事情 這樣說 真的可能有少許得罪 如果一個人的環境好 他不會做那件事 他肯定本身的環境不太好 剛剛碰到一個姑姑 或者是他傳給他的師傅 他懂這件事 他已經沒有工作了 他就學了這件事去謀生 也是的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 最重要是很多時候 從謀生的觀點去做 很多人都是這樣 不要騙著自己 我看天行道 我怎樣弘揚國粹 不要說這些 最重要是吃飯 吃飯也不能吃你幹什麼 立即有人問 如果那些人真的做了很多惡行 惡事 誰人都知道 哇 這樣是混蛋 那應該是抵打的 那行不行 那天會懲罰他們 怎樣到我們人為他做這些事 師傅說得很好 還有一件事 凡是打得厲害的人 阿姑也好 他自己日後會有報應 例如嘴巴或其他身體部分 會出現一些不好的病 真的見過嗎 有的 有的 所以我們不敢做 我們不敢做 我敢學 什麼我敢學 我不敢做 所以呢 最近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念 念力的問題 對嗎 我們最近用了一些科學的機器 去證明到 原來有些念力 真的會用到 某些東西 現在 打小人也是一個念 你看看 也是一個念 是 你覺得打小人是真的打到 那句話 人的念力 或者你附加上的事情 很重要 這麼說 收你一百幾十 阿姑不停在面前 其實是貪口爽說的 好像唱歌仔 打你的小人手 讓你有東西不要偷 你說他的準誠度有多少 其實你坐在這裏 你的心理在幫你發洩 但是 有些阿姑 他真的做得多 他有兵 他真的天天在宵夜 有些人在幫他做事 你用指名道姓去 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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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 那班兵真的以為你說 去動他 你想想 長年累月 這位阿姑 或者這位師傅 做了那麼多的陰質 你猜他會怎樣 後來 下場不好 那他也是賺錢 看看你怎樣 這樣說 喂 打劫銀行之後 我被警察抓了 我賺錢而已 你可以不做 或者你不要做得這麼認真 或者不是這些飯 不要這麼認真 隨便唱歌就算了 認真就麻煩了 那你 那個人來給錢 看你表演而已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 他會覺得 蛤 我不認真又不行 我要對著我自己的工作 我真的認真地做這件事 我幫你做 老實說 你如果開明道姓 打過的人 對你來給錢 那個都不是那麼好 你看了一場表演 發洩了內心 就當成這樣 有時都是這樣 不過我 認同師傅所說 是的 如果做錯事 天之地之 人之鬼之神之 沒錯 一定會受到 最後計算 一定會計算 就未必需要你做這件事 你做這件事 其實你 安自自己的心 多一點 就是這樣 是的 好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你可以去做這件事 應該這樣說 你心裡想那個名字 阿菇那個 就不用給他名字 你可以這樣做 我自己的 都入理數 我自己的 都入理數 是的 好了 今天除了講講這個話題之外 也會講一些關於殯儀上的事情 因為最近剛剛有個個案就是這樣 有朋友就打電話來 就說 剛剛去完殯儀館 因為他媽媽去完 但有些親戚朋友可能沒有去的 純粹給白金 但是呢 他媽媽呢 就幫人收拾白金回來 就放在家裡 就放在那裡 結果那晚就開始覺得一些古怪的事情 就覺得是 是不是撞鬼呢 會不會因為 不應該吃白金 不是白金 是吉兒 所謂 吉兒不應該落花家 因為通常是 在殯儀館 吃完糖就撕爛他 沒錯 一元現在就不用了 你現在是因為那個 給你白金那個 他沒有到來寧堂 或者沒有出席 立即去遠的地方 你帶著吉兒回家 過了兩天才給他 其實我跟他說 每天都有人在做這些事情 每天都沒有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去寧堂 尖養維容 或者去拜祭 有些人在工作 沒有空間 他給了錢就算了 那主家就會收回吉兒 日後見到他才給他 這個不是主家 這個 都是一個朋友 朋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之所以說 碰到東西 通常兩個項目 一是你們就不幸運了 剛剛撞正 有東西來搞你 第二就是你自己心理 不會因為拿了吉兒回家 不會 因為一般人很少去寧堂 他對殯儀館和寧堂 始終有禁忌 未到也會害怕 其實我也是 其實我們經常在附近 老實說 每天都看著 今天這裡有一件 那裡有一件 那你就習慣了 我們習慣了 有時候我們代客拿吉兒回家 都沒有問題 不用怕的 你走得正 站得正 你又沒有欠缺 對不對 所以如果吉兒不小心 拿了回家 其實是不怕的 不怕 不用怕 走得正 站得正 不用怕 這就解釋了 那件事應該 跟吉兒沒有關係 另一件事就是 就是 剛剛這一兩天所說的 一些個案 就是 當這個先人 他本身已經受死了 可能是基督教才算 但是家人就不是 就覺得 不是的 我還覺得應該幫他做一些 頭七、尾七、打齋 我就說 先人也不是這個宗教 你做這些事的時候 其實他收不收到呢 現在這樣做 只是安了你自己的心 他說 對呀 我也覺得安了自己的心 我覺得我給了他 那就已經安樂了 但其實那件事 對先人來說 沒有關係 他已經不是這個信仰了 是不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 那個先人都不是信 某個宗教 他突然間臨死前 那些子女說 不行 我要他進入這個宗教 帶神父牧師過來 我現在和你洗禮 那個先人都可能 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他心裡仍然在拜觀音 或者在拜神 你做這些事 其實對他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他心裡不一樣 其實心裡不用做 真的不需要 因為先人都不是這個宗教 那你覺得 要不要做這件事 其實 做這件事是為先人 不是為後人 他現在這樣的做法 是為後人自己 為他自己 對 他覺得自己心安可以 他認為做 他就做 其實做下去 對先人沒有任務 完全沒有幫助 沒有的 他根本都不相信這件事 是嗎 對 沒錯 最重點是這件事 我天天拜神念經 阿彌陀佛 你和我整個神父 來畫個十字架 做什麼 或者反過來也是 我相信耶穌 你突然做幾個尼姑 念到頭經 做什麼 他在旁邊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也不相信 不過就是他自己覺得安心 後人自己覺得安心 後人自己安心 還有對他的宗教 朋友有一個交代 可能他多少都有些壓力 你家人走了 一定要用這個宗教 他可能是這樣 他沒有衣服穿 你不少東西給他 對嗎 好像我們過往有做過的經驗 有些客人 他家人 全裂了 分開的 這個西方 這個東方 那你怎麼搞 每個人都不肯商量 沒有問題 早間那個信耶穌 晚上來那個集密拜神 唯有這樣做 再加上這樣 分開的 大包抄 就沒什麼事了 你說他信主 這一堂的費用 你們給 那個要打齋 這一堂的費用 給一天之內 搞定 第二天上山 那先人其實就不會完全離開 因為 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是不是 他都會 他認為適合那堂 適合 或者是高儀式 沒錯 是他的宗教 最重要的是他的宗教 他的宗教 究竟他信什麼 這些就是每個人的宗教 或者所做的事情 但最近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有沒有因為這樣做少了事情 但那些人未必夠膽去這些地方 問得好 其實因為肺炎的問題 很多時候 人們現在選擇 遠出的 我今晚也做了一宗 遠出的 直接在醫院那邊 開路 做少許儀式 然後就上火上場 解決 那先人會不會真的覺得 我收少許東西 你們不少東西給我 或者現在完全沒有一個風光大狀 沒有辦法 疫情是這樣 通常有兩個理由 第一可能主家人客少 他不搞那麼多東西 或者是經濟的問題 另外就是 怕你聚了一群人 萬一親戚感染到 好像不太好 他們有這樣的考慮 而且你原本打算 50個人來禮堂 誰知道 原來個個都怕了 這個疫情 不只是給白金 哇 禮堂就大了 只有那十多個人 不要看 索性遠出 現在只是結婚 紅白的意思也是這樣 那些三位 只剩下兩位 沒錯 其實紅白也是這樣 紅白就算了 沒什麼事 也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先人會不會生氣 這件事 或者你做不足給他 會不會有機會 有什麼影響 你生氣也沒辦法 這些情況 看情況 看他是不是死於非命 還是笑喪 還是怎樣 如果真的要做破地獄 你唯有事先出殯 後補 沒有辦法 可以嗎 先出殯再補 沒有辦法 後補 怎樣後補 即是說 在我們那些 版譜 本身很多都有人 在裏面 他本身有個堂 租他的堂 再補 後補 這是沒有辦法 之中的辦法 還可以這樣 那你不可以也沒辦法 明白 那這陣子的生意 是不是真的淡薄了 真的 無論什麼生意 生人的生意 或者死人的生意 都是淡薄了 站起來的人 和躺下的人的生意 都是差的 真的沒有喝工 沒錯 希望大家也小心一點 沒錯 要捱半年 起碼要捱半年 你有計算嗎 我估計 是嗎 我都說 第一波是中國出外的病毒 第二波是外國 又回頭 這樣算下去 你是不是差不多要到秋天 不單止你這樣說 生人和先人 其實神命都受影響 因為現在大家不敢去佛堂 不敢去拜這樣拜那樣 所以那些香火都少了 文武廟都關掉 沒有辦法 真的這樣 神靈也少了 你不論是廟宇也好 教堂也好 或者我們本身的神公館也好 現在聚人的所謂禮拜 或者拜神也少了很多 有些神公館 有些管口已經是初十五 暫時不好 師父自己拜了 做符水 你自己上來拿 拿完之後馬上離開 大家不要聚 萬一如果一個人不幸運 那就糟糕了 你監管將來上頭條 現在好像不覺 寫了名字 你監管二三十人最少 隨便一個人不幸運 中了招 然後回來找這二十九個人 然後找這二十九個人的家 然後做事的地方 你想想多糟糕 好 掀一發動全身 對 所以現在做殯儀這行的朋友 都靜了很多 少少 那會不會影響 當然每個部門都有影響 剛才跟師傅說 我經常問 會不會有些化妝師傅 可以上來聊聊 你經常接觸他們 會不會這陣子 靜了少少 沒有什麼事 試試說多了鬼故事 可以問問 但真的肯不肯想 有沒有聽到他們說 其實 你在化妝的時候 對 其實沒有的 我都是這樣問 其實我自己八卦 你也有問過 沒有的 我用心幫幫這位客人做好一點 化美一點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發生過 他們沒有出現過靈異的事情 我問過兩三個都沒有 老實說 你化妝不一樣 以前很可能 旁晚時睡去化妝 現在不是 都是中五的先人 一到殯儀館 有一群土工在這裡 有些人在吃煙 有些人在聊天 即是上半段 到下半段 可能有些土工走了 只剩下一個 差不多到尾 你會看到什麼 沒有什麼好看的 即是時間問題 真的少了 通常都是日常 日常不是旁晚時睡 日光日白 有這麼多人 你會看到什麼 沒有什麼好看的 老實說 那些人說 你化得不漂亮 或者不讓你化 可能手 卡住了 跟他說幾句 通常一動手前 都會跟他說 你好 我是來幫你做事 希望你化美一點 幫你見一下 最後一面 親人 他也很聽話 不會有什麼 我問的就是這樣 問不到的就不知道 現在成中有多少 所謂Active是化妝的 很多 以你所知 本身有 本身有 有 有些是另外學了 聽我們的版譜 我們是私人約的 有的 有很多 真真正正的 實際有多少人 我們沒有去計算過 因為有些土工也做了 是 他們也學了 是啊 好 明白 好 看看我再幫我手下 好 看看有沒有 好 好 好 先聽我的電話 這位叫做Ken HelloKen 喂 喂 阿Ken 喂 你好 對了 金牌嘉賓 即發誠師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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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分享 喂 這樣就 想說一番關於文迷的事情 好 來來來來 文迷其實這件事 都二十幾年前了 嗯 二十幾年前 因為太久 我講得可能是這麼清楚 不好意思 好 好 其實這件事你老友都聽過的了 我老友 是啊 阿姊姊姊姊姊 極度深河 那時候叫極度深河 好 現在這樣講給大家聽 是差不多時間有25年了 那時候我就回到大陸創 幫我老爸走 嗯 那幫我老爸走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的 是 是 即是跟著我老婆 即是我現在老婆 那時候是佩人拖 是 那幫我老爸走那段時間 那我老婆就去世了 嗯 那我老婆去世了 那我老婆就去大陸廣州 請了個仙姑下來 文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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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 是啊 是啊 是 你女朋友是不是就在家家戶沒有 我經常跟著你們 那麼你的是主要家戶沒有 那時候我送我女朋友回家就在家戶沒有 哦,ok,好了 那我不相信 那不就跟 跟著後來 跟我 一起去做 幫我做個不認識 去做個冰冰 哦,即是你相信 因為他能夠說出這些事情 是啊,不能不相信 我又沒有見過他,那個師傅又沒有見過我 古姬又沒有見過我 其實我覺得是假的 假的機會大一點 為什麼呢 第一,行雷閃店怎樣問米 行雷閃店一出來,問米不能做 咦,是嗎 行雷不能,雷工出來 第二 盲的 我聽過盲人做問米 做我們這行的人 常常收稻 收氣功,我的眼睛不可以盲 一盲就沒有了 除非他是弱視,他不是盲 他只是弱視 我看到兩隻眼睛全白了 你不知道 我現在立刻做給你看 我不知道,因為這麼多年的事情 我反而覺得 所謂是李姑姐不是李姑姐 而是其他領體 因為他知道你的事情有多難 他可以有少許通靈 這樣說吧,為什麼呢 這個法事是否去到你家裏做的 這個法事 不是啊,在大陸有一個叫七者廟 哦,有沒有人介紹的 是我爸爸每一年上去大陸 去問風水 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你自己住哪裡 那裡啊 我那裡住在香港 我知道,你是否住頭角附近 他送女朋友回去 我不是住頭角,我女朋友住頭角附近 所以他出入那裡是對的 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可能是你會不會 你家裏親人,爸爸 透露了一些資料給他 知道了這件事 因為他們想賺錢的人 是很厲害的 看眼影 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我覺得第二季是有問題的 當時 我女朋友 拍拖的時候 暫時 我爸爸 我親戚 全部人都不知道 我意思是 他真的可以知道你的事不出奇 但那個未必是你姑姑 我明白 那個可能不是我姑姑 是啊,那個不是你姑姑 他想拿東西而已 他假裝是你姑姑 食得那行飯 他自然有那種本事 撞口掛也好,什麼都好 說得到不出奇 但其實你當時應該問清楚 你說我住在牛頭國 還是怎樣 你應該這樣問一下 因為他們那些人 對這些東西是很敏感的 食得那行飯的人 他一定厲害的 不過我的意思也不是 我也不是說那個 而是我覺得那個靈體 是哪個問題 我覺得靈體真的上了 我的論點就是 行雷就不會有靈體上了 哦,這樣啊 除非你剛才跟我說 你去那時行雷 你問米那時已經停了 這樣就另一回事 我入廟之前 他是陽光譜照的 哦 那一天到廟 當我上來的時候 就出面行雷落雨 OK 那如果行雷就不會上來的 雷公出來 是劈的 不行的 嗯 那我不懂的 不要緊 我覺得多謝你的分享 但是我也這樣看法 你不要盡信 有些事情未必是你的先人 或者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 如果你認為 你覺得這件事 是大家開心的說話 就足夠了 是啊 因為你已經覺得安心了 就足夠了 其實 你一說是你姑姐 下面有一條兒子 我也不知道下一句是什麼 當然是冥婚 總之幫他做了一件事 沒錯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你自己心安 你自己心安 已經足夠了 多謝你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拜拜 所以 不怕舊的 真的 他跟你說 我給的願意就可以 另外還有一個機會 還有一個機會 其實那間廟 有一個 可能是 真神 或者是 很大的 有能力的神 我們叫他神 他有一點力量 他就知道你的事情 說得到 只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說 你問米 請了陰人上來 行雷 沒有可能 這個我沒有聽過 不可以的 一定是 明白 好 這句大家就知道 如果下次你去問米 請陰神 如果經過天理變化 聽到行雷 還請到的話 就可能是解決 因為剛才說 是廟 在廟裡面行雷 你說你請 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質疑 已經是很大的質疑 你還一聲 跳了另一個人上來 看陳立品的戲就會 OK 好了 如果今晚都想聊聊 你的特別的經歷 或者殯儀 紅白義士 衝撞問題 趁師傅在這裡 就可以聊 另外今晚收費時段 也會有一位朋友 她去靈探 也曾經上過來節目 有一個美女 她是IN 最近也去了很多地方 待會兒 又可以給大家看看 她拍到什麼 她說真的見到 這次也不少人見到 一個元朗荒廢的地方 好 回來見 靈異世界裏面 天亡恢恢 都總會百米一蘇 我們相信 原由頭 寂寞 債有主 別讓鬼未遷生 唯有屢樂做人